我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16 今天來看緬甸對上孟加拉的對決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跟觀眾說聲對不起 昨天我因為太累了 所以昨天沒有更新影片 所以今天會上兩部影片 那第一部的話就是我們這一片 孟加拉對上緬甸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緬甸的能力 緬甸的話是法文廠科技免費 這個能力的話就跟法蘭克一樣 就是直接跟蹤技術免費是一樣道理的 所以緬甸不像賽爾特人 會直接有一個20%的加成 而是直接免費送給你 所以以法木效率來說最好的還是賽爾特 好 那來講一下他其他能力 他的步兵喔 攻擊力每個時代都會加1 那從風箭時代開始才會加1 那到後期的話他的戳戳是6加7的能力 所以意思說他的戳戳有攻擊力13的威力 非常非常痛 他的劍勇甚至可以跟騎兵的傷害還要更高一點 所以他的步兵來說是非常強悍的 但他同時也對工兵來說不太能打 因為緬甸他並沒有太好的 counter工兵的一個能力 主要原因是因為緬甸他並沒有防禦喔 工兵開始是沒有防禦的 所以他在工兵對射的情況下 基本上87%都是輸的 不太可能會有打贏的情況 所以他的金冠是讓騎兵攻擊力1加5 有點補正對付工兵的counter一個效果 好 那我們再來講他的相夫喔 相夫是近遠方各加1 那他到銀罐的時候又可以在近遠方再加1 天生就加1加1 然後銀罐又可以再加1加1 非常猛 所以總是加2加2 直接送兩方 所以他打大象的話 弓箭通常射他是完全沒傷害的 雖然本來用大象就不太應該用弓兵去打 所以這個效果喔 我覺得在正面硬拆手撕城堡時候 這個防禦啊 或是硬拆tc的情況下會蠻好用的 欸 正面直接幹豬 我的天 哇 羊還要被碰到了 哇 在幹羊 幹豬又幹羊 太狠了 好 但是 豬回去了 好 那這時候免賓以為 欸 豬是要來這啦 結果我一看到 欸 豬走回來了 好 那他應該心裡有幾 喔 豬沒有被幹走 但是羊被幹走了 但是這邊羊還在找 所以這邊應該是要去找羊了 而不是去找豬了 好 那豬一樣去拉回去 喔 這個不是豬 這是犀牛 好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孟加拉吧 孟加拉的話他算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他能力最特別我覺得是薩金罐 他的大乘佛教 是可以讓村民的佔用人口減少10% 所以你玩起來有點像哥德爾一樣 到帝王時代大概會多10人口左右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猛的 但是由於大部分的人都會出到120村左右 所以這個10盆色的效果 應該是會直接多出12人口左右的概念 所以應該是會比哥德爾再多2人口 至3人口 4人口左右 就看你村民出的速度量有多少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蠻關鍵的能力 因為孟加拉他本身是一個大象文明 為什麼說他大象文明 是因為他大象攻速有加20%的效果 而且有自大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 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他的 降低傷害減少25% 增加25% 雖然他變成戳戳戳戳的時候 並不是100%的傷害 會減少25%的傷害 所以這道歐洲城 他的大象攻擊速度快 然後被戳戳戳戳的時候傷害會降25% 也不會那麼傷 而且又抗著響 所以其實要玩大象的話 我覺得孟加拉 算是最全面的一個文明 雖然他沒有最高血量 或是最高防術 或是最高攻擊力的一個大象的文明 但是他的綜合能力來說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驚艷的 尤其是有攻速這一點 因為他這個銀罐 他的銀罐的加大象攻速 是有吃到這個攻城大象的 所以那攻城大象再加20%速度 哇 你們就知道 原本大象攻擊速度就蠻快的 再加20% 那個大象 狂頂猛頂 頂到對手不要不要的 這個情況是蠻多的 好 那來看一下孟加拉這邊 直接9分出出了3隻棒棒 要來前壓 然後這邊應該有可能會點一下裝甲 三級時間剛好到對手家裡 然後這邊金礦還有再繼續挖 可能直接點上裝甲 機率蠻高 但是現在金礦不夠 好 那這邊有40斤了 他會點嗎 來看一下他會不會點喔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前面基本上都沒看 我只有看到結果而已 來看一下這邊 裝甲會點嗎 沒有打算點 看來是要來省黃金 可能他覺得這以上的時間算晚了 而且對手上風箭時代也算蠻早的 所以決定不點嗎 欸 點了 最後孟加拉還是點了 好 那點下去之後 拆這個房子就很快了 因為我們這個風箭時代房子喔 防律是-1的 然後再加上裝甲步兵的話 對建築物有額外的傷害 再加上本來的攻擊力的話 其實就算蠻高的了 但是由於緬甸這邊打的是肉麻 開局的關係 所以對裝甲來說 嘖 可能會有點難解喔 肉麻打裝甲其實是打不太遠一點 因為裝甲是6攻 肉麻是5攻喔 那這邊的話 本身體質就有點輸人喔 嘖 也不能說輸很多啊 因為刺猴本身是有2攻的 2防的 所以打起來其實 總體那個血量刺差不多 扣起來都是 各扣4滴喔 因為裝甲只有1防而已 但由於裝甲血量多一點點喔 刺猴只有45滴 你看這個 欸 一樣都45滴喔 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我以為裝甲是50滴 好 刺猴這邊45滴 兩個褲打的話 基本上是蠻虧的 我覺得啦 好 因為肉麻本身 跑速就是快 去燒爾人家比較好 但家裡的話就解不掉 但其實也不用太去理喔 因為後面你通台是會出射箭場 然後出這個小光 或戰毛來防一下 那刺猴通台是會往前壓 去看他前方 對手到底在幹嘛 的情況會比較多一點 好 要看一下這邊直接圍 使用TC連防 欸 直接鑽進來 看到這個收穿沒收多少 但是這邊已經有幾兵 從那邊在等他 這邊趕快圍防止 圍一下圍一下 哇 沒手術 不為 他不怕 他不是沒手術 他是不怕 哇 這個 這位玩家也是挺大膽的 直接砍田 沒有把這個田砍掉 哇 這個高手對決就是這樣子 各種細節都拉滿 這個田要是一瞬間砍掉的話 就損失60木頭 沒有辦法一瞬間砍掉 有點可惜 好 但也只是暫時性的 那這邊戰毛非常多隻 欸出道四隻欸 其實蠻多的 出的量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沒想到縫劍會出到這麼多戰毛嗎 看到對手的 也不是雙射箭場 居然出到四隻了 還有五隻 出的雙好像有點多欸 不太懂 好 那這邊戰毛是要先來 打這個 裝甲嗎 應該是沒問題 這裡有四隻刺猴 但刺猴 剛剛有說過 其實硬換的話 並沒有太優勢 兩隻肉麻直接倒地 直接兩隻肉麻 兩隻肉麻 打一隻 戰... 應該是沒問題 OK 哇這個再一倒肯就死了 9滴 好 那正面的裝甲步兵 順利解掉之後 趕快再把這個戰毛 拉回前線繼續做戰 因為畢竟自己出了這麼多戰毛 沒弄到點東西 有點虧喔 剛剛那個孟加拉超偷的 小公也只出一點點 並沒有出太多 雖然家裡已經補下一個馬 結果要來Counter戰毛了 但是他也只出一隻 放在裡面片片對手 讓對手以為這裡存很多馬 然後 緬甸就回家了 然後自己就超偷點上個城堡時代 哇 又再一次的細節拉馬 好那這邊 這幾隻小公 應該就是沒有幹到什麼事情 應該就是也會順利被這些戰毛給解掉 問題不大 好 這邊只要開罩馬就好了 肉馬可以繼續往前壓 但是這邊肉馬血量是很少 應該前壓沒什麼太大意義 直接去把地圖太遠看好 找下遺跡的位置也不錯 或是找下礦點 好 那這邊 直接一個包夾 好 這邊優先會點一下這個長槍兵嗎 會 一定點這個一定點 再點一下 OK 但是這邊肉馬過來 肉馬瞬間 解掉兩隻刺猴 完美 然後這邊長槍兵過來之後 就不能戰毛無雙了 先退先退 cover一下公兵撤退 好 那點一下馬卡伊防之後 再點一下這個彩晶技術 看來孟加拉是要打一個騎兵路線 有可能是大象 因為孟加拉沒有騎兵 有可能會出刺猴 但不太可能出刺猴 因為城堡時代不出黃金兵種 就會先輸一半 所以這個肉馬是覺得不可能出太多 在前期的 前期你還要出 開TC 然後報村民 不太可能出太多肉馬 好 來看一下TC位置是蓋在外面 確實蓋外面比較好 那這邊可能也要蓋個TC 不然這個金有點難挖 不然可能就要蓋城堡在這個高地 守下黃金的位置 好 那來看一下 公兵有沒有升攻防呢 欸 看起來都有升喔 好 那攻擊升了二 二級射也點了 這邊緬甸 感覺是要打一個公兵開局 那兩邊其實都是公兵開局 但是這邊孟加拉還沒點加二級射 那有一個相對的烈士戰 趕快應急出兩百肉 點下這個二級射 二級射 點下之後 再補一個大學在前面 反正重點被射到有點危險 但是沒有彈道學應該還好 OK 好 補下了這個大學之後 馬上點下彈道學 那對手這邊這時候 還沒有彈道學 所以這邊他會射得非常歪 還可以修一點操作的 好 那二級射已有的情況之後 這邊再蓋個TC啦 這裡嗎 欸 他TC蓋得有點遠 蓋在這個位置 好看來他想要直接吃這個木頭 比較重要 工兵過來直接硬點 直接點下兩隻 有彈道學就是比較厲害 對手也怕了 欸唷好準 好 那家裡 目前開的3TC 兩邊都是3TC開局 但是這邊我繞了兩隻長槍兵在探圖 這裡我開始挖石頭 所以我覺得世紀帝國 上城堡時代 挖石頭這件事情 還蠻關鍵的 因為你不能太早挖 太早挖很容易斷村 或是科技排不上去的一些問題 那你太晚挖的話 又沒城堡很容易就會沒城堡 然後沒辦法防守 人家一個強狗很容易就直接BBQ 所以我覺得世紀帝國挖石頭的一個實際點 算是蠻 蠻需要研究一下的 好那這邊直接先硬點掉對手的一個奴兵 看來是要直接送光自己的兵了 沒有想要守 欸唷兩隻都殘血 最後還抖掉啦 這個 DX這位玩家 細節是拉好拉嘛 好兩隻工幣也要活 好那確實要活下兩隻奴兵 很多戰毛也抖了出去 目前看出戰毛的情況下 工兵應該是不會繼續再瘋狂輸出了 好可能會開出戰毛啊或是大象喔 或肉麻 直接去反這個戰毛 但肉麻的話我剛剛有說 不太可能 這個這時候出肉麻的話實在太虧了 要隨時出大象 好 來看一下這邊 欸這裡有洞喔 但是有Tc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走進去會被射 會進去嗎 他應該不會但大量的戰毛已經走了過來 然後正面的部隊 有很多戰毛也在仿正面的奴兵 好正面被大量的戰毛直接投爛 這邊也有彈道學了 好射的還是非常非常的穩 有彈道學的戰毛就是比較讚 好直接投光應該不是問題 好奴兵往左走 然後稍微錯開了一下 孟加拉的毛病的一個位置 這時候緬甸先點一下帝王時代 那孟加拉還有一點時間喔 好 好 那這邊 Tc直接射死 三隻奴兵 效果還不錯 但是這還是需要點戰毛來守一下 不然還是要繼續收村喔 不能種田 好 這邊也存到了1000囉 應該是要來上地用style 好 那這時候開始挖石頭 狂挖 我拉得非常出村民 來挖這邊的石頭 要來前線蓋寶 直接硬插這個城堡 好 好 戰毛直接過來 直接硬打 直接扛Tc 這個戰毛數量多了之後 打這個 村民還是蠻有傷害的 好 OK 那這邊直接投光 問題不大 全部收光 好 兩邊都上帝王時代 那緬甸點下了大洛馬升級 而且跑速也升了 好 但是工坊還沒有升喔 哇 這邊直接升級這個 希望阿利清騎兵 要打一個洛馬開角 緬甸 那這邊是要直接上金罐的意思嗎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到 這個緬甸的金罐是對工兵有加5D的傷害 但是防禦還沒有點好情況下 這個金罐應該是不太可能先點上喔 大洛馬先點了 嗯 我覺得是有想法 但是大洛馬先點的好處是血量多而已喔 工坊還是蠻重要的 尤其是對工兵的情況 防禦更是重要的 好 點一下這個增兵技術 好 這邊升級大吉兵喔 看到大洛馬就覺得 你竟然都升到最頂了 我也來升到最頂喔 好 這邊戰矛加上吉兵 還有奴兵 這個搭配組合有點猛 但是這裡有城堡 可以守這塊金 還不錯 看要不要孟加拉 待會再補一個城堡在這裡 直接來跟對方戶頭城堡 比較好 好 這邊大量的戰矛跟奴兵走了進來 孟加拉 強勢進攻 緬甸要怎麼防呢 好這邊稍微有暫停一下 他們在這邊試來試去了 欸 這邊只繞了一隻肉馬 想要來看這邊 把木子村民 結果還抓到了 好這邊吉兵馬上回頭 過來要來防守 這反應速度蠻快的 好這邊一個進來 把這邊挖金礦跟 種田的村民直接拉回家 正面這邊進攻有點強 但是後面投車過來了 吉兵還在往前 好 呂死同時 這邊左邊 也繞了一波 直接個雙面進攻啊 好那這邊大肉麻三方也要好了 OK大肉麻三方好之後 開始無雙無情開坎 好順利剪掉這邊戰矛加奴兵的進攻 好這邊村民沒有及時拉走 損失有點稍微的慘重 現在村民術有點烏魯厚了 109吋對132吋 村民術差距約20吋左右 26、27 好那這邊巨頭開始投 哇直接三巨頭 三巨頭的話那肯定守不住了 掰了 Stick Bye 倒 好沒錯 三巨頭 好大肉麻直接過來開坎 但是有城堡在防守這塊 金礦區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還是得損失一點村民 好正面城堡掉了之後 大量吉兵直接驗人過 可是這邊戰矛也是產的非常非常多 那這邊由於我們剛才有講到 緬甸工兵對決的時候會很難打 因為他並沒有防禦 雖然攻擊力是最重要的 緬甸是有 但沒有防禦的情況下 其實被射的時候還是蠻痛的 這個戰矛雖然是Counter攻兵的情況 但是被強武射還是蠻傷的 被他寫防禦只有5位 真的很低啊 好這邊結果孟加斯出大象 好這邊測試一下 看他大象怎麼打 好大象還沒升為金銳毛相夫 是點下三級攻 還有二級防禦 攻擊一向十六非常大量 好大象直接硬抵 唉唷這個遠頭居然還投到了 好直接頂光 但是這邊大漏馬直接過來也要硬拆了 這邊的擠兵的數量非常非常的不夠 但是大象一隻無雙 哇打這個戰矛直接快半死啊 哇直接捅一下十五滴 戰矛要捅三下才會死 好大漏馬直接硬砍 劇情投石機應該可以再收掉一台 問題不大 好應該再一下 再補個一道沒問題 但這台應該是收不掉了 好後面戰矛直接打這個大象 大象也是被火火插死 好更多的大象走得出來 這邊也升級了幾兵 那這邊三級防也中標點下了 升級防點下來之後就是2加4 防禦於6的一個能力 那戰矛並攻擊是7 那戰矛就只能打這個大象一滴血了 好來看一下 進化之後防禦變得更猛了 直接剁光 好但是幾兵怪了 但是幾兵打的效果並沒有比其他大象的效果那麼好 因為有這個25%的一個減免 居然還活下來了 哇這個一滴血真的蠻難受的 打到剩一滴血 好但是幾兵還是終究可以康克大象了 雖然效果沒有像其他的大象文明這麼好 但戳久來是會痛的 好 這邊還是要退一下 遇到幾兵比較硬來比較好 好這邊再轉出一些強弩 直接把這些幾兵順利的收掉 左邊繞了一些幾兵又要來做騷擾 那確實有騷擾到頂東西 戰矛來小小防守一下 那不是重點 重點來看一下左邊這裡 因為幾兵能造成傷害非常非常小 好直接大象硬敵 開始把這個戰矛吹了回去 但是後面幾兵跟了上來 又把大象壓了回去 哇風向很亂 但這邊有城堡在防守 但這個城堡並不是很理想 因為這個不是高地堡 所以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哇直接部隊直接把這個巨頭給收掉了 然後這邊肉麻收掉巨頭之後 直接往裡面衝 想來做騷擾 但他三兩隻 但大象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好那這邊戰矛打這個大象真的很癢 只有一滴血傷害 哇這時候兩邊都點下三級 填三級伐木什麼意思 兩邊都要打這麼濃就對了 可以 我最喜歡看這麼濃的比賽了 越濃越好 好那這邊強弩的量一直在爆 這邊強弩打擊兵跟肉麻都非常好用 都是有個威射立在的 但是左邊越來越逼近 孟加拉的一個本陣 所以孟加拉也開始反應過來 趕快先下個城堡壓壓金 避免人家泛金過來 正面來看一下 正面這邊大量的擊兵衝了過來 但是沒有再扣你送光這些擊兵 這邊擊兵送光的話 大象直接硬扛也不是問題了 因為大象還是有減免傷害效果很猛 還是可以硬扛沒有關係 而且後面有強弩在cover 好這邊要升級到金瑞毛相夫 哇這邊腦筒撐完之後 再加上孟加拉的派科技 就可以直接再加20%攻速 這攻速就會直接起飛 哇孟加拉大象真的是蠻猛的 哇直接頂了進來 還能守住嗎 很困難 哇金瑞毛相夫攻擊力14加4 攻擊力18威力非常的猛 連擊兵也只要頂個3-4下就死了 沒了 這邊怎麼守 沒了 直接秒殺 進來了 旁邊城堡一大堆 但是沒救 直接殺到出兵點 哇這個大象拆了一個TC 速度很快 一直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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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瞬間頂光 這邊拆防止速真的很快 連均勻都可以拆那麼快 這裡要來直接手撕大象了嗎 這邊出了攻城戰象 果然還是要來出一下 雖然本來大象拆建築物就蠻好用的了 這邊大象過來Cover一下工兵 不然這邊工兵要送光了 洛瑪想要來但是快被大象收光了 大象再過來直接硬頂 洛瑪直接被這些大象頂光光 沒了 緬甸沒了 雖然緬甸這邊疾兵傷害很高 他的疾兵是6加7 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他依舊打不贏這個孟加的傷害抵抗 再加上這個派的攻速又再加20% 原本大象的攻速就已經很快了 再加這個20%的攻速真是羅虎添翼 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戰果 看他經濟的部分 我們也很老觀禮 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兩邊選擇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緬甸本來就是有那個伐木的贈送 所以他並沒有那個伐木升級的選項在裡面 那這邊蠻特別的是因為這邊農田是在點城堡之前 就點下這個農田技術 所以難怪剛剛孟加拉有點晚上 不是孟加拉 孟加拉是有點 有點在偷肉麻的感覺 因為他這邊點下了之後肉麻並沒有出太多 可能是為了要點這個 我也不太確定 那看起來先點了感覺還算不錯 但是並不是因為點了這個跟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城堡還這麼早上 只是因為他 封建時代很厚 並沒有出太多兵 然後用出一隻肉麻 放在馬咒裡面下跑對手而已 穿的是一個蠻心機的心理戰 好那來看一下後面輪軸 兩邊輪軸也是下的差不多耶 其實這邊看起來經濟都是差不多的 就只有這一段城堡時代到二級伐木 這邊比較晚下一點點 這邊因為稍微升這個二級射 還有這個輪軸還有這個奴兵升級 所以這邊肉花費量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二級伐木就會比較晚上一點是正常 但是這邊緬甸這邊一上城堡就二級伐木了 所以這段可能是他的伐木的優勢期 但我覺得關鍵不是在這裡 最關鍵的我覺得應該是兵軸問題 因為兩邊其實到最後面經濟其實都是差不多 而且經濟都是有點到三級田跟三級伐木的狀況 所以應該來說經濟是不會差距太大 應該只是單純的兵種選擇 跟一個被counter的情況 讓大象成形了 然後導致正面很難打電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哇經濟沒想到孟加拉贏這麼多耶 緬甸明明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卻輸這麼多 我以為兩邊經濟差不多喔 人並沒有嗎 啊我不知道是什麼了 孟加拉很早就點這個手推車 這個標準上33分鐘上這個手推車 孟加拉手推車是到了帝王時代 打了一段時間之後才點 哇那經濟差距確實 這兩段差距時間就有點長 33分鐘跟41分鐘點 時間差快10分鐘 這個採農田效率跟伐木效率就會差蠻多的 哇那看起來關鍵是在上帝王手推車那一波 因為我真的覺得C帝國手推車跟輪走上的實際點 通常誰比較早上誰都比較容易會贏的感覺 我看了這幾百長期比賽看起來感覺是這樣子 經濟還是至關重要的 操作跟觀念 我覺得觀念也是很重要 但操作是其次 觀念跟經濟的選擇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